前一阵儿啊 可有个千万级别粉丝的小网红 号称成天跑 前几天呢可是不跑了 地都不愿意下了 为啥呀 哎呦我的妈 慢点 慢点爸爸给拖 爸爸给拖 看看 哦 哎呀 妈呀 妈呀 给包上了啊 那个男的咋给你整的呀 这个叔叔的 叔叔整的啊 拿啥整的呀 拿这个剪头脚的 哦拿剪头脚的呀 那你别说这叔叔还挺厉害 给他拿整一对 小朋友的小角角 这是咋的了 告诉您哈 她得这毛病可太有普遍性了 孩子呢 也真没撒谎 这毛病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疼啊 让人抓心脑干 甚至呢 还有人说是撕心裂肺的那种疼 每天早晚高峰赶地铁的我 鞋就没干净过 半个月前被人狠狠踩了一脚 当时我就感觉地崩山催壮士死啊 眼泪飞流直下三千尺 然后就得上甲勾炎了 之前剪指甲一直剪得秃秃的 然后就陷入了死循环 越剪越短 越短越剪 最后被甲勾炎找上门 每次脱鞋和蹲着上厕所 都疼得直哆嗦 简直是生命无法承受之痛 甲勾炎这个 哦甲勾炎呢 那就下地走两步呗 咋的 疼啊 那你不走道了 你可真行 没错 这种脚上的小毛病 那就是甲勾炎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事 却让这些人痛不欲生 可您说 剪个指甲 被踩了一脚 就得上甲勾炎了 还能疼得这么严重 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欢迎各位收看 好中医好中药 认准百草易寿 百草易寿中药 仿佛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逆身轻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院 皮肤科教授 徐媛媛医生 欢迎徐老师 欢迎徐老师 大家好 开场朋友 你看这几个 一个是被人踩了一脚 还有就是剪直接的时候 没剪好 都是得了甲勾炎 我们直播间 有常年被甲勾炎困扰的朋友 有的呢 甚至是得了13年 有的人他就没有得过甲勾炎 他就觉得 你不就是个甲勾炎吗 那能治愈疼的 这个忽天强地的吗 就是我们临床上 真的见过 就是特别疼的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 就是甲勾炎 甲勾炎 其实就是指甲周围 这个甲勾发炎了 但它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会特别疼 它为什么会特别疼呢 它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吧 它和看甲有关系 所谓看甲 就是指甲那个边缘 它长到旁边的软主子里头了 所以像个异物 像个刺似的扎进去了 你说它能不疼吗 这甲勾炎我得过 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这个大拇手指头 这侧面就得甲勾炎 但我不知道我是因为什么得的甲勾炎 但是它旁边就一碰就特别疼 然后后来上医院 医生就说你这是甲勾炎 但医生当时跟我说 说你这个甲勾炎吧 不是特别的严重 但是你需要可能把你这个引流 就把你里面的这个浓水给你引出来 因为医生表面上看说不太大 说你不用打麻药了 直接给我撕掉半个指甲 给我疼了呀 撕掉了半个指甲之后 他发现其实那个 没事哦 不是 他发现就是里面其实浓很深 就不像表面藏的那么浅 其实很深 如果他要不是说打开之后 他看见里面浓很深的话 他可能还不能给我把这指甲撕下去 撕完之后 对不起啊 撕错了 撕错了应该是用手 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就一听甲勾炎 听到这个词 我就心里就发抖 你知道吗 就真的抖 真的是抖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说 比如说被人踩了一脚 或者说你可能指甲没有剪好 就能得甲勾炎 对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甲勾炎 其实就是发炎了 他怎么得的呢 就说我这样怎么也能得 那样怎么也能得 所以就说大部分是因为看甲引起的 那看甲是怎么得的呢 那我们就讲回来了 就是讲的大概有几个病因 就是有一部分就是 比如说打球啊 或者什么不小心磕了呀 踢着了这种碰撞 这就可以 还有一种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这也是临床最常见的 就是我过度剪了 或者呢是边缘没剪齐着 我中间是不规则的 这个扎进去了 或者就剪得过短了 那就这么容易得 甲勾炎真的是个小毛病吗 从正常来说 我们临床上就大部分 见着过的甲勾炎吧 大部分还是比较轻的 就没有那么重 但如果是比较重的时候 他也可以说 这周围的肉软乳质蔓延呢 这个炎症反应 可能当严重到一定程度 外科会建议你去拔甲 他可能是当时看见 我这个指甲侧面 已经能看见那种透明的 就是指甲旁边肉已经变透明了 就里面已经能看见浓了 我怀疑你去的是外科不是皮肤科 这就是 对 外科就想嘎 我去的是急剎吗 皮肤科就不行 别嘎 你要去骨科可能就截肢了 我敢 手足显微外科 你们都别吓我 那你说 徐老师 咱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剪秃过指甲 对啊 也被人家踩过 那肯定不是说每个人遇到这种情况 都能得甲勾炎吧 可不 那咱们看一看标准的指甲是啥样呗 行吗 来看看这仨图 你觉得哪个剪的标准呢 那剪的标准肯定是第一个了 就我这种常年 常年以剪指甲能得冠军的人来说 肯定是第一个 因为我给我们家小朋友剪指甲嘛 就不能剪太涂疼 然后太多的话也不行 跟小朋友之间要是有个摩擦什么的 容易伤了别的小朋友 所以肯定是一是最完美的 我反倒是觉得第一个和第三个都还可以 都有点这个富裕嘛 那学校的时候我们看到哪个是剪的 你认为最标准的 第二个肯定不行 第二个剪的太多了 对 就第二个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剪的有点太多了 我们就说边缘没有保护层了 这个时候呢 就容易出一些问题 第一个呢 其实很多人就给小朋友剪 就是感觉特别好 就像你说的 我还不容易挠到别人 不容易伤到别人 然后还保护了 实际上呢 就是第三个可能更好一点 那第三个可能图画的吧 它会感觉旁边可能有点尖 但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这个指甲呀 略长于周围的软组织 大概一丢丢 就是说不要说是那么齐着 稍微多一点 这样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所以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要让它这个指甲啊 大于就是周围的软组织 稍微多一丢丢 一般是有的人说 可能量化到说一两毫米啊 这样的 第二个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给边缘呢 或者打磨呀 或者是修整 一定要是光滑的 老百姓讲减凸了 减的特别凸的 会容易得甲骨炎呢 对 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你减的 就是我们所谓俗话说减凸了 不苦了 然后你有没有说凸的感觉 还往外拽一下 所以造成那个指甲那个边缘呢 有些接触就已经破坏了 就首先减凸了 有的人能减出血 就已经是有破口了 这个时候就可能有这个细菌啊 这个侵入这个情况 第二个你想 它剪到 就剪到边缘了 这个软主子凸出来了 你是不是不容易打磨 它就即使旁边有点尖尖的 不光滑 你也不容易磨 给它弄得很光滑 所以它一旦是有一点小小的东西 它可能就 像个异物似的 它就擦到旁边软主子那么长 这样就容易破坏了 对吧 那徐老师有没有什么说法 比如说手比脚更容易得甲骨炎 或者脚比手更容易得甲骨炎 还是 有啊 真有啊 对 这个问题是 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脚比手更容易得甲骨炎 就是我们都叫指甲 但是这个脚趾和手指 这个两个字不一样 就是我们就说脚趾 更容易得甲骨炎 而且脚趾往往是大拇指的外侧 就是脚趾的大拇指的外侧 比内侧得甲骨炎的几率是高三倍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你回忆起来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有一部分人就是一个是剪指甲 这会儿好剪 我就使劲 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女性有的人穿那种特别紧的这种高跟鞋 这个地方容易挤着 这么一说 我这个身有体会 我曾经右脚大拇指靠外侧的地方 就感觉像挥指甲一样的 其实它可能就是那个高跟鞋嘛 就是挤的 你想那个指甲它是有个正常的弧度 那个空间是有限的 因为周围是有软主织的 对吧 但是你过度的挤呀 你就把这个空间呢挤没了 所以指甲的边缘就是通过人为的挤呀 就往软主织里这个插进去了 对吧 甲骨炎的本质呢就是指甲的叫看甲 对吧 刚刚我们说的剪指甲 这个没剪好的话可能会造成这种看甲的这个潜在风险 刚才又说了脚指甲比手指甲更容易得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下边这个造成这个甲骨炎的原因 就是你只能踩脚不能踩手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 每天早晚高峰赶地铁的我 鞋就没干净过 半个月前被人狠狠踩了一脚 当时我就感觉地崩山催壮士死 眼泪飞流直下三千尺 然后就得上甲钩炎了 它这个太有代入感了 我就感觉好像是我被狠狠地踩了一脚 那它这种踩就能造成甲钩炎吗 这踩得太带劲了有点 对啊 这个其实它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挤压碰撞 可能就是造成一个边缘的这个损伤 还有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指甲是我有正常的弧度的 我这空间就是有限的 你通过挤压 这个指甲弧度变形了 你想你给它压扁了 它是不是就往周围 它这样的就伸进去了 所以说这个是得踩得很 才能得甲钩炎 如果像平日 谁不小心踩了你脚那种 轻轻带过的 鞋脏了脚没啥事 就这样是没事的 你看我们直播间 就有朋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说姚明曾经也得过甲钩炎 说他很有可能是长时间 在内线拼搏 他的左脚受到了 无数次大脚的踩踏 最后就导致了甲钩炎 其实这个问题吧 我们就想 有可能是和这个最开始的时候 是和这个踩呀挤呀 是有关系的 有很多运动员 确实是这个反复地发生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分析 它可能是几个事结合在一起 这就讲到甲钩炎的治疗 其实比较轻的甲钩炎 我们说了 其实我们晾几天 我们这两天点赴消消毒 或者是我们用点外用的抗上素 我们不去挤它了 休息 有几天过几天就好了 对 可是运动员 我们一想 你说他为了成绩是吧 他成天得训练 他也不能晾着 也不能休息 本来穿这个鞋就挤呀 所以可能连踩呀 再挤呀 再不能休息 多种原因教程的 其实你看 比如说像芭蕾 那就更挤呀 那他指甲都变形了 对 他变形了 更挤呀 芭蕾已经不是甲钩炎的问题了 是脚指甲都脱落了 对 那咱们开场里面这个视频 小孩也被甲钩炎困扰了 那这个甲钩炎 这个是不分年龄 谁都找啊 白草益寿中药房提醒您 夏节更精彩 沉迷于晒日光玉进行美黑 被诊断为皮肤癌 那怎么晒就能晒出癌了呀 长期的这样 还是有一定风险性 今天下雨用我防晒吗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经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 有人因关节发软 无力放缓脚步 汤尘被剑剑力多 安腾等 补软骨护关节 关爱关节 情选健力多 金龙鱼骨为多道米油 神奇道米油 油中真黄金 可那一年 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 我却真的比死亡很近 烟草 伤害心脏 美西 医子烟 都在伤害着你和家人 现在就戒烟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经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好中医好中药 请认准百草益寿 本栏目由百草益寿中药房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 给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皮肤科教授徐元院医生 欢迎徐老师 欢迎徐老师 大家好 开场里面这个视频 小孩也被甲构炎困扰了 那这个甲构炎 这个是不分年龄 谁都找啊 对啊 甲构炎这个事 因为我们说本质上 它就是一个 皮肤这块有炎症了 所以它就细菌感染了 所以我们猜 是不是就是爸爸妈妈呀 剪指甲 给人家剪得太使劲了 天热 太阳足 有人就说了 要是不防晒 会一下老三年 人民日报呢 官方微博也是在提醒大伙了 即使你不怕晒黑 阳光中的紫外线 对咱们皮肤 也还是有别的伤害的 但也有人呢 是防晒的反对派 而且反对的代价可不小啊 据英国著名报纸 净报报道 有一名叫丽莎的女子 早在17岁 就开始沉迷于晒日光浴 进行美黑 23岁时 丽莎第一次 被诊断为皮肤癌 现在的丽莎 已经43岁了 但一共为皮肤癌 动了86次的手术 如果您是防晒的反对派 可能会说 这丽莎 有点太执拗了吧 像咱正常人 就算不防晒 也没成天故意晒呀 那如果也不是 成天在户外工作 就是正常的外出 防晒也有必要吗 其实咱们国内 美黑的艺人也不少 比如说像极克军艺啊 王菊啊 他们都是就是把自己 变得有黑有黑的 然后看起来也很健康 但是这个美黑的风险 就这么大吗 是的 就是说这个防晒 这个事儿 就是一定得给大家好好 科普一下 就是我也听说 很多人就是认为 我晒的黑一点 古铜色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健康 有的人认为 防晒哪有那么多事儿啊 我好像晒完了之后 顶多我就黑点 我扳重点 那然后能怎么着呀 对不对 他不会想到说 怎么还能得皮肤癌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讲起来 就得科普一下基础 所谓正常的我们说 光线到达地球 它是分好几种 我们最常知道的就是紫外线 然后还有可见光和红外线 紫外线呢 其实不光只能让皮肤变黑 皮肤黑化 只是紫外线的一个可能造成的因素 那紫外线呢 还可以让皮肤发红 它产生的一种 就是有的人说 又红肿起泡这么一个毒性 光毒性反应 晒伤就是 对 疼 那还有一些比较暧昧的人 他知道 我晒完之后是不是还能变老啊 就是说光老化 那剩下的 还有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 就是光自癌 老师那是因为啥呢 癌它不应该是身体内部的变化吗 那这个晒 它不是表面上的一个变化吗 那怎么晒就能晒出癌了呀 应该是为什么呢 因为紫外线里的很多物资呀 可以让这个细胞核呀 和细胞膜呀 这样变性 造成一个DNA的变性 然后损伤这个脂脂和蛋白质 然后最后造成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常常听说的 像肌力细胞癌呀 磷状细胞癌呀 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注意防晒 不是说晒个一天两天 我们就肯定能得这些事 但长期的这样 还是有一定风险性 据说健康 由油中黄金还原稻米营养精华的金龙鱼骨为多稻米油 特约播出 说经常美黑过度晒日光玉可能会引起皮肤癌 这还真不是吓唬您 您以为晒日光玉都是这样的呀 不对 还有这样的 这叫做人工日光玉 您可能会问了 这是在屋里对着个灯 这就是日光玉了 告诉您 这可比真出去晒太阳那厉害多了 这灯能产生强烈的紫外线 晒黑的效果可比真晒太阳强多了 这叫做人工日光玉 但是可但是 早在2009年7月29日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就把人工日光玉的致癌风险提升到了最高等级 这可和烟草乙肝病毒 这排一块了 说这个人工日光玉会大大的增加致癌的风险 您可能又会说 那我不整这格路的日光玉 我就自然去晒太阳行不行 那咱也得提醒您 您别晒时间太长 频率太高 自然的日光玉晒多了 一样有伤害 金龙鱼骨为多稻米油 油中黄金还原稻米营养精华 据说健康 要感谢金龙鱼骨为多稻米油的大力支持 老师就是日本有一个明星叫 宫藤静香 前一段时间呢 就在微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为啥呢 大家都说 你这老的也太快了吧 你是不是没擦防晒啊 就觉得他不擦防晒 然后他摔老的特别快 就判若两人了 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一个人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病理学专家 季晓东老师 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快七十了 然后他说呢 他要在户外 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 他会多少涂一点防晒 如果今天往擦防晒的话 他会打一把伞 坐一坐 你看季老师 太精致了 他不是多精致 但是他明白挺多道理 就是啊 对 见得太多 还是刚才我们讲的紫外线 紫外线造上皮肤上呢 那造成的一个DNA的这个损伤 然后的话 其实他最后老说说 哎 光老化最后能怎么样呢 实际上就是说 他加速你的衰老 您刚才说的这个老 他到底是怎么个老法 是长皱纹呢 还是长斑 还是别的什么的 那加速你衰老就会出现 哎 比如说你皮肤就粗糙了 然后就是加快出现皱纹了 哎 说我这个斑纵了 然后摄数加深了 然后还有就是感觉 原先我Q弹的皮肤 现在松弛了 还有一些毛胸的扩张 就是说有脸红的裂海 然后还有一些红斑的 这种出现等等 夏季不做防晒 老不老三年不好说 但是的确容易加速你的衰老 甚至还有皮肤癌的可能 那到底怎么来防晒呢 哎 大家问题不少啊 我们来看一下 阴天下雨用抹防晒吗 戴口罩还用抹防晒吗 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身轻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 有人因关节发软 无力 放缓脚步 贪嗔被剑剑力多 安腾等 补软骨 护关节 关爱关节 勤选剑力多 神奇营养源 萃去稻米精华 蕴含氢染骨微素 一亩稻田 制出一瓶油 骨微多稻米油 金龙鱼 关注健康的您 有个店啊 不妨去看一看 那就是都市频道健康城 关注健康一天星 以及都市频道 其他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找到健康城咯 这里要不少健康养生好物 没准呢 您就可以选到 适合自己的东西咯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身轻 广告之后感谢未来 这里是健康益身轻 越看越年轻 今天来到演播现场 给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 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中国EQ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皮肤科教授 徐媛媛的老师 欢迎徐老师 欢迎徐老师 大家好 阴天下雨 用我防晒吗 这个时候也得需要防晒 很多人都有误区 就包括我们 整的一些伙伴去了 就说 尤其在做完一些医美之后 我就说 那我这两天 是不是天阴什么的 我就不用了 实际上不是的 我们说其实到达地面的光 就是只有6%左右的紫外线 但这个紫外线 对人体的皮肤的损伤 是比较大的 那剩下还有可见光 红外线这些 那阴天下雨 其实能阻挡 一小部分的紫外线 那剩下的大部分 还是能到达地表 所以我们该防晒 还得防晒 其实就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是特别特别 注重防晒的 我就像您说的 我一年四季我都涂 而且我不管是 有没有阳光 是多云还是下雨 我都涂 我怕老 但是有几个 就是所谓的小提醒 第一个就是说 一般建议防晒的 涂抹方法 其实很重要 有的时候 一个选择适合你的防晒 第二就涂抹方法 我们一般建议呢 是在出门前15分钟 涂防晒 然后之后 我们就出门了 但如果我在外面 这个一天 我都是一个户外活动 那就建议 两到三个小时 再补一次防晒 那一般的用量呢 我们建议就是比如说 一般大家都选择 这种乳剂的防晒 那乳剂的防晒 就是它挤到手心上 大概平摊下来 是一元钱硬币左右的大小 涂抹一个整张脸 就差不多了 戴口罩还用吗 防晒吗 那这个普通的这种口罩 能起当防晒的作用 难经过了 我们要去西北玩 它能挡住紫外线吗 我觉得 他们分析的对吗 就戴口罩就可以不防晒了 这个吧 就是我们得抛开来分析 首先它戴口罩 额头盖防晒 它肯定得防晒的 对吧 但是它好像想问的问题是说 我这口罩是不是就够了 比如说像我过去 能我戴个什么像面套 我就把这额头也挡住 是不是就更好了 我们就讲到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叫遮挡性防晒 其实跟打伞是一样的 我们所说的遮阳伞 太阳镜 还有一些所谓的防晒衣物 还有就是口罩 就是正常的话对织物的话 我们国家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说对于说这个东西达不到一个防止外线的标准 我们是有一个测试的 如果我是建议 就你的口罩已经达到一个 就说这个防晒的标准了 是这种防晒的 就防止外线的这种织物织成的 那你可以就说这个位置我不涂防晒 这是蛮不清OK的 或者你说我就出去一会儿什么的 那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正常来讲 其实这个口罩和衣服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讲一般是植物的密度越高 我就感觉它越厚 然后它颜色越深 它防晒可能会越好一点 剪指甲或者是踩一脚 都可能招来甲钩盐 指甲很脆弱 不要剪太突 也要避免外伤 要想皮肤美丽健康 防晒你得安排上 进入夏季一定要把防晒 提到一时日程 这样避免皮肤老化 避免皮肤癌 今天节目就